肥美秋刀鱼火烤出油 香味扑鼻 台湾水产文明国际更是外销大宗 但中国大陆又祭出禁令 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的 无子鱼 鱿鱼秋刀鱼 因为上次还有一个原因 是说我们需要补件 这一次是没有原因 所以我不知道说到底是要补 还要补件还要干嘛 我们都不知道 很惶恐 五月的时候陆续就有听到 有一段要求就是对于登记 也造成了相关的业者之间的 一个担忧了 就连由于季秋刀鱼工会 总干事施教制都说不意外 贸易商早就转趋保守 但中国仍在台湾水产外销 八成市场 这下子产业岂有不垮的道理 上次裴洛西来也是一样的状况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 现在政府执政党 没有在跟大陆沟通 朋友跟我说是因为台积电 我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 台积电去美国会影响到这件事情 美中台政治角力意外重伤台湾水产业 这一波不止水产品 就连保健食品 固体饮料 茶叶类也都被波及 学者跟市井 这是危机也是转机 除了拓展他国市场 秋刀鱼可转售欧洲澳洲 由于更合大部分市场口味 也可以提升生产加工量能 像东南亚喜爱吴子鱼 市占率可以再提高 还能用酵素取代药物 达成无用药升级品质 拓展整个国际的各种通路上 其实这几年农委会也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包括我们的冷链系统 也持续在建制 让我们农鱼产品有更强的一个 这个效期 同时能够消往国际更好的一些市场 对我们整体经济的影响 其实是不大 但是对这个产业 当然是影响非常的大 短期内或许可以用一些补贴的方式 来让这些养殖户渡过难关 那未来该怎么做 我觉得 当然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出口到其他的地区 危机能不能转机让产业转股还不知道 但中国一再打压 手段越来越激进 受伤最深的还是基层养殖渔民 华语新闻林维凯送局白云飞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